早前踢爆金鱼缸提及共享经济 当时用了共享单车例子Gobi Bike 例如单车跌入河 例如安全系统有问题 扬成风波亦上过数天的新闻 Gobi Bike技术上亦是共享的 共享的原理是 例如我拥有一件资产或物品或我本人有很多能力 我将能力卖出去或提供另一些商品服务变演 例如真正可以用到共享的概念 例如如Uber 平时很少用自驾的车胸空间 然后选择用空间的能力变成Uber 可选择客户在行赚钱 这是共享的其中一个理念 第二个理念是Airbnb 有多了的宅宅空间 又找不到长期租约 短期可租资产时 又将它变成Airbnb出租出去 这亦形容了共享的理念 Gobi Bike感觉像是线上到线下的服务提供方式 例如单车本身是线下的产品 只不过用了Apps付款 我用Apps付款去买单车的权利和服务 我连接链单车用 比较像是线下的服务 之前听教授分享时 用了一个例子去解释共享的理念 例如其中在美国有共享的服务叫HomeJoin 这间公司做了几回合的融资后 依然不能营卖 HomeJoin是什么服务呢 例如出租一些中店旅工 亦是在卖共享 但大家都会理解到出租中店旅工 就像是O2O 即是没有共享 为何说没有共享 例如Airbnb及Uber有一个特点 就是很少追死司机 例如邀请Uber 我不会觉得司机好 然后我继续追死 下一次用服务也是由司机提供给我 即是可以乘搭他的车 不会的 因为你在哪个地点 刚刚哪里附近有车 你是上车的 你不会说最少的司机 那司机变成了你自己的私人司机 没这回事 Airbnb亦是 你不会说去开美国曼谷 新加坡 一个城市永远都是住死那间 Airbnb亦是不会的 你可能周围住 或者刚刚那间屋出租 没有能力 你都迫着转第二间 所以这些就比较像共享 出租中店旅工就未必那么像共享 原理就是 因为 例如我作为一个service provider 我提供了一次的linkup之后 其实不会有第二次的 因为你的业主会私下与姐姐自己交换 之后你这个服务就完结了 你只可以介绍一次 因为姐姐会与她交换 之后自己私底下联络 就不用再经理这间中介公司 你这个中介公司的service就已经完结了 所以这是一个很吊诡的地方 还有什么性质的东西 可以有一个类似O2O或共享 例如科大一班同学 也不是同学叫师兄 因为都大了十多年 在早年发明了一个网站141 这是一个非常出名的网站 就是说恩客和逢者的配队 恩客和逢者的配队 技术上都是O2O 因为你都是一个线上去看看各方面的资讯 然后你都是线下付钱去享用服务 理论上是一个O2O的service模式 但好像类似的service模式 也有些新的进化变成一些比较共享理念 在美国有一个新加坡商人 Brandon Wayne发明了一个网站叫seeking arrangement seeking arrangement是什么呢 就是找一些sugar daddy 即是有钱的叔叔 及Sugar baby 即是等钱花的妹妹 两边就可以有一个配队的情况出现了 这个配队可能大家会想 会否跟那些交友apps 又或者亂约伴侣出来的apps 什么tinder、scull是很类似的呢 其实又不是很类似的 因为结果一种配队是 譬如天大和scull未必太认识到 那个人的背景 而且很难评论那种背景 而且天大和scull的nature 都是比较短暂式的关系的维持 但seeking arrangement 因为你有个nature Sugar daddy是要供养Sugar baby 这个供养可能是一个比较长期的合作关系 所以就有一个比较长期的service的成果 就不像tinder和scull 可能很快关系就已经完结了 Sugar baby和Sugar daddy的配队 这个模式一定会成功 我相信也不难理解 因为人类的天性就有这种需求 同时也有人提供了这种供应 所以这是一个成功的 business model 这个 business model当然是有道德上的争议 这个道德上的争议 就会交给社会学家 又或者哲学家去批判 文化评论人去批判 但现在只是说 business model 成不成功 其实这个seeking arrangement 是一个成功的 business model 因为年收入也有4000万美元 成功都赚了几亿一年 是一个全球最大的交友网站 这个交友网站有一个特点 例如刚才所说的交友配队 全部都是比较 你不太知道对方是胜慎名税 因为很多时候你可以 譬如我借用了我的朋友 帥哥大胆的照片去做配队 然后出来原来是一个独男 你经常会出现这些东西 就是你评论不了 那个人提供的资料是真或假的 但seeking arrangement 是这件事做得很严谨的 譬如说那些sugar babies 即是那些等钱势的人 当然要看你用哪一种service package 有一些核实身份的严谨程度 没有那么高 但有一些是要求那些sugar babies 是要用大学的电邮去做登记 如果你用大学的电邮去做登记 证明你是真有其人 亦证明你是有一个大学的背景 否则你无法用电邮去做登记 去做一个确认的 同时那些sugar babies 即是所谓有钱的叔叔 都有一个系统去查到底 他是不是真的在做这些业务 所以变相两方面的合作 或者两方面的配对 的资讯成本虽然是高了 但起码是相对地 一定会配对一个 和你预期不会有太大落差的对象 就是seeking arrangement的business model 叫做几成功的business model 而这个成功的business model 之后亦衍了一些其他不同的发展方式 例如Brandon Wayne 亦弄了旅行性质的配对 因为有很多人都享受有朋自远方来 又或者一些比较类似旅行时候 发生的激情 所以他亦都安排了 譬如有一些背包客 可能是女生来的 然后去一些男生的 可以借用到的地方给他住 大家自然会有一个配对 当中大家的合作关係如何 或者发生什么事 其实本质上也有点像A和B和B 但就是一个比较这样的性质 配对的东西 这个亦都说明 就是以前科大141 可能是一个O2O的线上 线下的service 但这位叫Brandon Wayne 他是一个MIT的毕业生 麻省理工大学的毕业生 发明了这个seeking arrangement 就是比较像sharing economy 成续成绩的服务配对 在这里参与林元杰之前 都令我想起一句说话 就是在国产007一开始的时候 有一位妓女 看到一位斩猪肉的阿七 就说了一句 就是我以为我们的交往 建筑在感情之上 想不到最后都是一门生意 就是说感情都要付钱 现在就形成了这样的现象 就是seeking arrangement 未必是一定要有性关系 但是在男与女之间的交往 或者关系的建立上面 其实都是有一定的金钱基础 去堆砌出来的 所以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实 就是一些感情都可以用钱去买回来 但是这一个感情 用钱买回来的这个行业 又或者这个饼 其实是几十亿的 这是一个很令人唏嘘的现实 就是一个O2O的服务 如何应用在人类 或者不同的群组之间的感情配对 如果大家对今集的 踢爆金鱼光有兴趣的话 亦都欢迎订阅Sky Finance的Facebook Page 和YouTube专业 亦都可以支持我温水的个人专业 希望下次见到你 我是温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